美国5月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还制定了为期三个月和六个月的 对一新经济制裁措施 本月7日开始重启在非能源领域针对伊朗的制裁 制裁措施涉及伊朗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石墨、铝和钢铁的交易 以及飞机零部件的进口贸易 截至目前 伊朗货币里亚尔正处于崩溃趋势中 路透社报道指出 如果欧盟方面无法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伊朗的反制措施将不会是温和的 即使是现在的欧盟28国 在外界的眼里也是离不开美国 缺少凝聚力的一盘散沙 所以即便法德等主要欧盟大国 都支持伊核协议的继续存在 但能否在美国的综合战略压力下不屈服 才是伊朗和国际社会真正关心的结果 分析指出伊核协议签订旅行后 欧盟各经济大国与伊朗签订了上千亿美元的合同 和大量的长期投资计划书 欧盟本来希望解伊朗这个被封闭了 数十年的新兴市场来刺激经济 同时也为欧盟能源战略安全增加一根有力的支撑 美国要求各国在11月4号前停止购买伊朗石油 否则将遭到制裁 这看起来只是个威慑加码的动作 然而特朗普这次又捧马蜂窝了 这对欧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 宣布8月7日起更新后的阻断法令将正式生效 对照美国8月7日起重启对一制裁 欧盟公告表示 除了更新阻断法令 今后欧盟还将与各成员国及合作伙伴 密切磋商力争采取切实措施 与伊朗在关键经济领域展开合作 尤其是银行金融、贸易投资、石油、交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 这次欧盟28国难得如此痛快一致 集中对美国的不当战略展开重拳反击 欧盟委员会在公告中称 今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退出一核协议并决定重启对一制裁后 欧盟委员会6月6日起着手更新阻断法令 依据美国拟重启的制裁措施扩大法令适用范围 历经两约审议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均未提出异议 由此看来欧盟这次对抗美国意图十分明显 要力挺伊朗到底了 从英国脱欧开始 美欧的战略矛盾就日趋尖锐 美欧在欧盟发展方向和北约问题上的分歧 几乎难以调和 老美对欧盟的战略打压公开化 反对欧盟防务自主化战略 由于法国脱离欧盟 而伊核问题让这些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英国学者莱斯称 如果要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行动 那么除了美英之外 其他盟国尤其是欧盟的 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将很难借助 而伊朗却远比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更加强大 在是否购买伊朗石油的问题上 老美恐怕无法替其他老牌或新兴工业大国做主了 在伊朗的主要石油主顾名单上 中国、欧盟、印度、土耳其、日本 韩国几乎占据了该国全部出口份额 作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的东亚经济大国 日本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军事战略盟友 但这个东亚大国此次对竞购伊朗石油 也是坚决说不 伊朗方面承诺 只要伊核协议还对维护伊朗的利益有利 就会继续留在协议框架中履行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